大家好,台湾的前总参谋长李启明最近在美国媒体NBC上撰文 他说解放军对台湾的侵略已经开始了,就是武统也开始了 这个是台湾方面前总参谋长首次撰文确认武统已经开始了 李启明在美国媒体NBC上撰文 指中国军事侵略的威胁不再是假设 中共已对台湾展开灰色地带侵略 意在瓦解台湾社会,降低民众对台湾政府的支持 若中共持续升级,对台湾的全面战争将成为可能 问题不再是美国如何在战争时保卫台湾 而是如何防止战争 现在已经是加强美台安全合作以保卫台海和平的时刻 李启明与华盛顿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研究助理李爱瑞共同撰文 以中国入侵台湾的威胁,与日俱增美国要如何阻止为题 刊登于NBC 文章指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百年党庆的谈话 说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的人 文章提到,中国成为近乎美国同等的军事竞争对手 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精确地预测中共何时尝试全面入侵台湾 即使习近平没有实验表,但中国与台湾存在明显的军事差距 无疑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与诱惑 李启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对台湾采取行动 多年来采取蓄意渐进的军事条件 目的是压缩台湾军队的活动空间,同时恐吓台湾人民 而这种被称为灰色地带侵略的,包含共军战机频繁扰台空域 军舰绕台,网络攻击,假讯息作战 目的是在瓦解台湾社会,破坏民众对台湾政府的支持 文章指出,在可以想象的范围两岸的军队交火 小规模导弹的袭击,中共夺取台湾外岛都是可能发生的 如果新平在2022年连任总书记遭党内反对而失败 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就可以证明他是中国崛起的领导者 李启明分析,全面战争不太可能在近期爆发 但中共宣布2027年将解放军打造完成现代化的军队 届时中国可能会看到入侵台湾的机会 若要阻止潜在的冲突,美国和台湾需要向中国展示 若中共动武将遭受不可接受的损失 这也意味着台湾必须迅速加强防御准备 以不对称作战能力 而美国应该优先考虑强化台湾的防务 并进行美台合作,加快台湾防务战略的改革 这个话里面提到几个事实 就是解放军现在不断加强对台湾的压力 从资讯,经济上,还有直接的军事上的军机绕台 各种准备都有,这个是事实 李启明从这个谈话上也可以看 他其实是写给美国人听的 他写给美国人,NBC 让美国来协助台湾,防御台湾 你从台湾现在对整个台海形势的分析看 他这个人不是一般人 他是前参谋总长 参谋长是什么意思 参谋总长等于就是军师 其实就是军师 他了解整个台海地区的几乎全部的现实情况 一手材料,一手的情报他都掌握的 技术参谋长几乎就是那种主管一切的 前线的一切的军事情报的主管 那他是最有发言权的 他现在这个话我觉得说的也非常清楚 解放军已经对台湾已经开始动手了 现在逐渐逐渐在收紧对台湾 真正的登岛,真正的开始行动 那还要需要一段时间准备 但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 所以和我之前的判断也是一致的 那么美国会不会支持台湾 我说点自己的意见,说点自己的想法 美国一定会支持台湾 美国绝对不支持台湾独立 因为只要支持台湾独立 台湾只要独立了 那么中国一定动手 而中国也找到动手的借口了 美国能给中国借口吗 能给中国拿回台湾的这么一个大好时机吗 台独成为解放军 成为共产党的一个借口 你看啊,有时候你看台湾问题复杂吧 民进党成为共产党的一个什么 御用借口 你台独,所以我要揍你 我要弄死你 我消灭你 所以你看共产党和民进党之间这个关系 你这个关系你会看着 谁也离不开谁 你用道家思想,黑白并存 你看啊,民进党反共 共产党又利用民进党 武统台湾的借口 美国又防着民进党 民进党又抱美国大腿 你看这个关系 美国得防着民进党 你搞过了,搞过头了 玩真的台独 共产党机会不来了吗 借口不来了吗 国际上一点说法都没有 哦,你先独立了 你先独立了 那我们不能支持你了 台湾人听懂了吧 这是实话 国际上怎么看台湾问题 你不独立啊 你不独立想怎么闹怎么闹吧 我们可以骂共产党 骂中国 你只要独立了 所有人离你远远 台独为什么是死胡同 听懂没有 台湾人听懂没有 看我街上的台湾人 中国大陆的海外华人都听懂了吧 台独为什么说是死胡同 二战胜利结果 哪个国家敢推翻二战胜利结果 你敢推翻二战胜利结果 你现在你看看你家地图 世界地图 现在所有国家的边界都是二战定下来的 你敢推翻二战结果 全世界重新画地图 再打三战 重新大家再画地图 你们家的国土可能变小了 也可能变大 做个梦也可能变大 但是你别的国家可能要侵略你了 你地图可能变小了 全世界是有秩序的 二战秩序的 没发生三战 所以现在都得维护二战秩序 全世界会为你台湾放弃二战秩序吗 大家想一想 所以台湾不独立 台湾只要维持现状 我给取一个形象点的名字叫什么 叫旋转木马 台湾只要维持旋转木马 就是大陆 你看旋转木马 大陆是一个木马 台湾是个木马 你会发现旋转木马 就是那个游乐场里边 骑的旋转木马 你这个后面的马和前面的马 永远保持距离 永远不可能追上 后面的马怎么追 这个前面的马也追不上 就是大陆和台湾永远保持什么 保持一个分离状态 大陆怎么追 台湾和大陆保持分离状态 这是旋转木马 其实全世界包括美国也好 希望大陆和台湾保持旋转木马的状态 相似独立 但是又同属一个中国 都在同一个机器上面转 你们俩跑吧 怎么跑你也追不上 其实全世界希望这个状态 希望中国分裂状态 你别追上 追上以后你统一了 你中国强大了 对全世界其他国家来说 中国没了八辈 我们对中国来提各种要求 没有台湾体 你看到了吧 全世界希望保持一个独立状态 相对独立状态 又不是实际承认你独立状态 因为啥 二战秩序我们又不能破坏 如果台湾宣布独立 台独宣布独立 为什么说 我说台独都是玩嘴炮 台独永远不敢宣布独立 他宣布独立那天 不光共产党要揍他 全世界都要揍台独 全世界都人人喊打台独 你得维护世界秩序 美国上来第一个就揍台独 你看看陈水扁被关起来就知道了 2000年时候陈水扁搞台独 最后怎么样下场 让他关起来了 不听美国话吗 瞎搞 陈水扁真是有点朴实 就像台湾南部农民一样 真的朴实 我们台湾独立真想搞独立 就不知道世界大事 不知道地缘政治 不知道刚才我给你讲这一切 你民进党 是共产党武统的一个借口 美国能让你 你搞成吗 你看陈水扁好像还来过北京呢 所以你看这边关系 民进党和共产党的关系 里边关系很复杂的 民进党我觉得是共产党御用的一个 御用的一个人设 或者白手套 用的时候揍他 我们反对台独揍你 中国老百姓也支持 支持 支持共产党 关键时刻骂你民进党 然后拿民进党要打国民党 你看这个民进党对共产党来说非常好使啊 非常好用啊 是不是啊 关键时刻我可以拿你是吧 增强这个凝聚力 台独揍你 开会也是吧 天天揍你 揍你台独 美国支持台独揍你 反美 拿台独呢 又可以啥 又可以打国民党 国民党跟共产党什么关系 你记住啊 看台湾问题 你得看出来党的问题 把党争看进去 国民党 那是共产党的不共戴天的死敌啊 是可以回到大陆执政的啊 国民党 中国境内是有国民党支持者的啊 而且国民党年龄比共产党还要大 是大哥啊 被小老弟打到台湾去了 苟延残喘啊 现在弄的这帮本土话 搞的一帮人都不知道自己姓啥叫啥 不知道叫中国国民党还叫台湾国民党了 但是不能让这个老大哥这帮后代回来 回来以后你说怎么执政啊 共产党想 那怎么办 人民进党 我又可以揍他 随便什么按压他碾压他 是吧 想摩擦他在地上摩擦 国台办天天摩擦他帮台独 摩擦他 然后让摩擦的这个民进党再去摩擦国民党 国民党打趴在地上 变成百年烂党 真正玩政治的高手是谁呀 是共产党啊 你看这一步一步 你看当年毛泽东 为什么不着急统一台湾呢 你这回明白了吧 不着急统一台湾 一个跟美国的关系 中国还没那实力 另外一个 当年毛泽东为什么说 支持台独啊 你看懂了吗 毛泽东是很会有思想的人 今天我把毛泽东这个思想 也给你解释了一下 用台独揍国民党 另外呢 你美国对我台湾问题 不就想染指吗 那我在国际上利用台独 有打有出兵的理由了 台独就是我出兵的理由 要国民党的话 我还真不好动手 民主自由 我怎么能打民主自由呢 民进党你台独 往死来削你们 所以你看到了啊 记住啊 今天我跟你讲 这个关系到很多 现在你看我姐妹 小台独你们的性命啊 你记住啊 台独是死路一条 你天天在这儿吵吵 让让可以 别真去干 真去干国际上 没人支持你们 你们只是一个什么炮灰啊 你们这帮台独只是炮灰啊 只是一帮政治家搞出来的一些噱头而已啊 只是人家利用的工具而已 这回知道为什么台独到现在也搞不成 到现在也不宣布台湾独立的原因吧 为什么民进党天天骗你们啊 你看那个蔡英文天天 跟着这么青天白日满地红宣誓 你看看那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赖清德 天天骗你们选票 还去祭典反台独人士 天天看懂这一幕了吧 魔幻吧 但也很现实吧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吗 台独问题有意思吧 慢慢以后慢慢给你讲啊 台独问题 你得看懂里面啊 我觉得现在这个网上能讲懂台湾问题的 很少 很少 我算一个 因为我呢 站的更高的角度来看 把台湾这个方方面 我也去过台湾 老观众知道吧 我在台北 我直接在台北讲什么武统 我觉得我是中华民族里边第一个啊 当年这个施朗收复台湾 也没有说是吧 提前到岛内就是说武统啊 我直接到岛内去说武统 我就在台湾 台北街头跟你讲武统 我这是中华民族第一人 解放军还没有登岛呢 我先登岛 先跟你讲台独 台湾人不高兴 有谁骂我 有谁让我吃土豆 我明白你啥意思 不就是来颗子弹吗 我也不屌你 因为我能跟你讲道理 你记住台湾那帮人啊 你们这个台湾人 我也接触南部人啊 就比较朴实 就老想着自己想的一些东西 意识形态 就想真正想干 像民进党这个 像当年阿扁一样 阿扁很朴实啊 阿扁对台湾老百姓 我觉得是有感情的 他是真的能吸引着老百姓支持 那个时候是陈水扁 但是太朴实了 他不了解国际上的动向 陈水扁虽然学习很好啊 但是太老实了 就像你们南部这帮人 一说武统就要消灭我 你看我刚才跟你讲这些东西 你还消灭我吗 我跟你讲这些东西是事实 真正骗你们的是谁呀 真正骗你们的 是他妈民进党 他们在骗你 我反而在告诉你些实话 我到台北 你不但不能让我吃土豆 你还得请我吃份饭 是不是 我告诉你实话了 我救了很多这帮小台独的命啊 让你们没有跟着民进党 最后堕落下去 被人家骗 一骗再骗 真正骗你们是民进党 他今天就宣布台独啊 他敢吗 他不能啊 他永远不可能啊 到台北得请我吃饭的你们 我这个人比较独立啊 我不跟任何团体没关系 因为人只要独立了 有独立的人格 独立的思想 有些走到哪儿 走到哪儿都是欢迎 另外他说的东西是客观 他站在一更高的角度说 不会什么 不会屁股坐下 屁股坐下 你只要坐下了 你就看不清这个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吗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 看清台湾问题 订阅我频道 你得看我频道 我才能给你把台湾问题讲清楚 之前有时候吧 说的台湾问题啊 还只是皮毛 后续我会往深了跟你说一说 往深了说一说 其实我只要把这个大的线索 给你讲清楚以后啊 你就知道台湾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觉得国民党也好啊 民进党也好 真的啊 你得订阅我频道 我每天啊 是不是 给国民党民进党上上课 让两个党 是不是 知道知道 共产党啊 太邪恶 太邪恶了啊 共产党 还你把你们两个党玩了 真的啊 选我当国民党主席吧 我要当国民党主席 我没这儿把国民党能带出来 真的 没这儿我真的能把国民党带起来 带起来重新回来大陆 我来统一 不行 美国该不高兴 真的啊 你国民党想一想 找个大陆人当你国民党主席 哎 没这儿国民党真的起死回生了 我这人反正看热闹 不嫌事大 国民党 国民党要真这么干 共产党该挤了 国民党天天得骂 咱们就看热闹嘛 是吧 共产党有点太坏了啊 共产党我告诉你啊 他这一招一招一步一步 你看看 把台湾死死攥在手里 我看透了啊 整个互联网能讲透台湾的就是我 其他人都是讲不透的 其他人那东西都说着皮毛啊 有些人在骗你们啊 到台北你真得请我吃顿饭啊 有几个小台独天天在会下面留言 真得请我吃点饭啊 骗你们的是民进的啊 我对台湾人是有感情的啊 所以我有时候把实话告诉你们 看一看吧 看一看台湾问题未来的发展 我觉得其实啊 台湾这些政客都懂 只是他不愿意告诉你们 台湾老百姓 每天给你们洗脑 让你们看看那个台湾的节目 台湾加油 台湾No.1 搞对立 没意思 咱们也是看客 我也是看客 看懂了 跟你说一说 你要有幸看到我这个频道 你就比别人高了一个层 你比别人多懂了一些 你再看民进党 再看国民党 你再看共产党 再看国台办 微微一笑就可以了 因为你已经看出来他们底裤了 国台办朱凤梁的底裤 你看到 不是朱凤梁 朱凤梁底裤没啥可看 国台办的底裤看到了 共产党怎么怎么是吧 怎么玩弄这两个党 因为你看透了 好好想想我今天跟你讲的 台湾人好好想想 对吧 国民党你真的想想了 再不整 再不整 你国民党真的 真的被历史淘汰了 真的扔进垃圾堆了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